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3月31日的新闻室段Newsroom 3月31日已经到,3月的最后一天 我们就宽别都一两个星期了差不多 实在是好像仿余格勢 大家在过去的半年有很多 每一天都有跟大家一直联系着 突然间宽别了两个星期 好像过了很久 我们自己都不适应 反而我们那个workflow突然间暂停了 反而我们自己都不适应 有些人觉得怎么办呢 会不会跟不上一些东西 跟不上一些东西 和大家的connection 好像断了 那我们过去就有一个小小的break 去了一个比较countryside的地方 去休息一下 虽然是休息 但其实都很厉害的 畢竟那个时间不多 我们去了一个小镇 住了一段时间 住了一个weekend 都挺开心的 跟城市生活都很大分别 也看到刚刚那个weekend 有很好的阳光 现在变了在英国的天气 突然间有骤变了 我们先讲讲英国天气 不如刚刚回到3月3月1日 英国天气最近 我想大家如果在英国生活的观众 最近过去两个星期非常好天 但也非常干燥 每天的阳光都很舒服 但是天气突然间又变了 现在反而是炸乱横寒 早前说去到20度都很舒服 我们就刚刚搬屋 就把我们的口衣 羽绒那些 就搬了 即是换柜 就是希望把那些口衣 就放在一边 但是呢 刚刚过去两天又凍了 那实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之后 有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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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地方在下雪 伦敦这边呢 就是怎么说 就是昨天有些雨 很大风 那就是北极的那些冷空气 就在下来 那今天英格兰东部 和苏格兰部份地区 最早有雪 了解今个星期 会有更多的下雪 冰雹 下雪 就是那些下散 以及下冰 那就是因为北极的冷风 杀度 令到英国今天春天 就是已经去到春天 那第二个星期的气温 是低过平均水平的 由上个星期的最高气温 去到20度 急降到今个星期最新的10度 就是最高的10度 那我们还在那个小城那里 问当地人 喂 会不会觉得今年 就是春天比较暖一些 那怎么知道 立刻跟你说了 是比之前平均的气温低了 突然间 那就是西约黑森 Manchester Durham 这些地方 隔晚有雪 大家留意 如果住在Manchester 那些观众 那些气温一度 会当到0度以下 那气温局呢 就是今早10点 发出大范围的 黄色结冰警告 那大家开车小心 就是露面是会结冰的 那气温学家就说了 或者今晚和明早呢 英国东部和北部地区 将会出现集中降雪 降雨和雨鸡雪 那最快到周末 就是明天8.5 到周末 那天气会好一点 那刚刚回来 就是这个天气的预报 先为大家报导 那另外就是我们 其实搬屋的过程当中 都非常累 再加上这个第三针 我们为了Lingo Record 那变了 也有点累的 虽然我这个样子 其实不关事 就是看起来 可能比较老成一点 其实不关事 就是我懒而已 希望 可能留一留肃 又换一下形象 那我们在这个WiFi上面 都搞了一段 就是WiFi Service 或者Service Provider Utilities 那些呢 在英国生活的观众 应该都一定知道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就是搞了一段时间 又要delay 那个appointment 明明预订了 但是又要去delay 那样 所以搞到我们去到礼拜 好像前日 真的前日才可以 搞回WiFi 那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 我们变成 现在 今天星期四 可以慢慢 逐步 回复回正常的Service 那另外 就是IG新聞传送 我们都会慢慢 逐步去更新的了 那始终我们现在呢 又不少东西都要 继续跟进 那个settlement 所以大家 就是继续留意 另外啦 就是说一些 local一点的东西 就是今日英国观众 需要留意的就是 因为呢 明天 4月1号开始 energy cap 就是能源价格的上限 就会提升超过一半的了 提升53% 去到1,971英镑 那就是当然啦 大家要预计 就是那个能源的价格 那个 那张bill 就是那个价格会上升 那这个consumer advice groups 就敦促民众 在明天之前 明天之前 全民抄标 全民抄标 那将那些毒素呢 就提交给你的service provider 那就是我认为今晚的11点59分 就设计你的那个readings 就比较好些 那但是留意啦 就是有些那些网站呢 是会死机 所以都不要那么薄啦 就是你不要去到11点59分 才去抄啦 如果不是呢 就是有机会你那张bill 又会再高一点 那个价格 那所以 对啦 我们之后都要去抄标 背景问题 大家都很不熟悉啦 就是我们都很不熟悉的 就是我们之前的英国国旗 英国国旗 以及这个香港旗的背景 在哪里呢 我们都在想着 怎样可以重建 那不过现在 大家留意着 就是这个椰子树 用椰子树 作为背景 可能清新一些 比较日式一些 是吧 是吧 可能这里呢 如果有个英女王的画像 都挺好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钉了 就是业主的墙 所以 不知道 我们之后再看看 怎样可以令到 我们的背景呢 丰富一点 好了 那 讲完这些地方 不如我们转回去 这个认真的 俄乌战争问题 那原来呢 就是北京不觉 北京不觉 去到已经是 第36日了 已经超过一个月有多了 那这个战争 完全是 没有一个停止的迹象 虽然呢 过去一个星期 就是 有不少的信号出出来 又说要撤军 缩减这个 就是那个军事的规模 另外就是 是或难愿意 或难愿意 去以中立国的建议 令到整个战争可以停止 但是 见到整个谈判上面 你见到 如果你真的有诚意 去续续谈判的话 首先 是不是应该去施法呢 就是首先 你不会继续轰炸平民区 你要释出你的诚意的话 是不会继续去 大规模去轰炸 也都特别是人道走囊 马里乌波尔的问题 是持续了非常之久 也都现在整个 马里乌波尔整个城市的面貌 已经被摧毁了 根本上是一个荒无之地 完全不能够继续去生活 所以马里乌波尔 根本上现在只不过是俄军 在东部 东南部 一个主要的战略性 策略性的地方 纯粹就是想拿着 就是拿着 就会变成整个东部 整个东部 对马斯地区 包括南部的 克里米亚对上 变成俄罗斯的一个重阵 也都之前有说过 会不会俄罗斯 是想将整个 整个乌克兰 好像南北韩这样的局面 去瓜分出来 令到整个东部 乌克兰的东部 变成俄罗斯的控制部分 这个当然很弱的一件事 你突然间入侵之后 你去将整个国土 人家的国土瓜分 变成南北韩的局面 变成南北污 南北污难的局面 其实是非常之恶劣 也非常之不理想 但问题就是 普京究竟知不知情 这个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问号 今天基本上整个主调 我们看到很多传媒的主调 都是说普京知不知道 现在究竟整个战争 整个战争的去世是怎样呢 究竟俄罗斯面对的经济制裁 普京是否真的知道全部呢 原来是不知道 美国白宫就提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是被误导的 被他自己的顾问误导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的advices 全部都很害怕 说给普京知的实况是怎样 说给他听 战役有多差 打得多恶劣 甚至是没有通知到普京 究竟西方的制裁 是有没有 有没有 有几大程度的 对俄罗斯的影响 是没有跟普京说的 包括全面打击 根本上现在整个swift的交易系统没有了 然后俄罗斯的有 是没有办法输出西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白宫提到的说法就是 美国有消息说 普京自己都已经觉得 受到俄军的误导 自己军方的误导 也导致普京和军方开始紧张 关系 也直指普京的整个战争的战略 策略性错误 令到俄罗斯在长期被孤立之下 更加弱势 更加弱势 而美国国防部的评估 其实也不太乐观 因为普京他不知道所有事情 其实这个变相很习近平的 大家都有个term叫白卡 他好像放昏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而普京在这个阶段 这个战争打了一个多月 这个阶段居然传出 普京根本不知道所有事情发生的实况 的全部 美国国防部就说可能在和平谈判当中的举动 他的可信程度是较低的 另外就是也不能评估一个国家元首 在知道所有的患消息之后 有什么举动 这边上会发烂炸呢 现在你和沃南有个和平谈判 究竟如果在普京不知道所有事实的全部之下 你作出的条件 其实会不会是missleading之下 作出的一些条件 大家要留意就是一开头 普京作的谈判 就是刚刚开头的谈判的时候 是说要乌克兰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然后要承认克里米亚 再加上这个顿叶茨克 和努金斯克两个地区 是属于俄罗斯 说真的 这个是不是谈判的条件 根本不是条件 这是一个威逼 沃南需要做所有这些条件 所有这些要求 然后让俄罗斯 但是实况就不是这样 西方制裁之下 然后你的军队打得很差 在沃南里面 你还怎样可以作出这些苛刻的条件 是要求沃南去承认这些地方 就是要接纳这些条件 其实很不合理 所以大家在外面看 就是我们外围看 其实普京搞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这个事实就告诉大家 原来他可能被误导 也可能他不知道实况的全部 克里姆林宫没有回应到白宫的说法 而明天两国的视像谈判 会再次展开 大家留意之前说 在克基库和赤尼国夫 普京会将军事规模缩减 但是英美一直都一致认为 普京的所谓承诺 完全不能够很认真看待 毕竟之前说的所有人道走囊 都没有遵守到 也没有停火 所以基本上对于普京今次的所谓承诺 抱有非常大的怀疑 而次以来 而国夫也是继续受到猛烈的攻击 而乌方和美方都认为 普京就是想调动人手去东部顿巴斯作战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南北沃南的问题 会不会就是说东部 现在主要集中在东部 即是北部 基库那些 算了 不要了 我们变成第二个主要 而乌克兰也在各个战线 开始反击 我们有张图给大家看 其实那个局势都开始有一些 不可以说逆转 但是有一些 就是乌克兰方面的 相对比较理想 大家都知道 东部和南部 现在看到张图就是 那个局面很不同 在北部 这个哈尔科夫之前 受到非常之猛烈的攻击 另外就是基库一开头 即战争开头的时候 被到非常之大的轰炸 现在在北部 其实那个哈尔的反击 是开始有包围 这个俄军的景象 那当然 有不少的消息都说过就是 俄军其实是不断被逼退的 而现在也有情报显示 就是说乌军是逼到俄罗斯 要向白罗斯的方向 就是后退 而交上普京下的指令就是 那个北部的两个城市的俄军 是要去逐步后退的 那变相在南部 其实现在这个尼古拉耶夫的位置 也都开始出现一个反击 变相就是俄军在现在这个举动 也都可能是一个被逼的情况之下 需要将他的军队 或者集中的火力 集中作战的地方 就将战线变回东部和南部 主要了 而习林斯基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说 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 不相信一切的美丽的延迟了 也都相信东部的地区 是会承受 是会迎来新一轮的猛烈的攻击 而普京就说 马里乌波尔 你投降 你投降 那就终止攻击 俄罗斯国防部 就建议 今天就有一天的停火 给平民撤离 但是之前都说过很多次 我又说停火 给平民撤离 但是最后撤离的时候 又再攻击一些人道走囊 但是今次有个路线 就说马里乌波尔 就是撤到去炸波罗烈 而沃兰就派了45部巴士去当地撤离 而国际红十字会也确认了俄罗斯 会开放这条corridor 美国国防部就说 在赤洛贝尔地区的俄军 就开始后退去到白罗斯方向 英国有个军事专家分析 就说现在几乎都已经不是主要目标 也可能会退到东部 但也说如果在北部几乎那边的俄军 直接调动到东边 其实不可能 因为会非常疲累 但是你又不可以用常理去看 因为俄军打到今天 即过几月 其实很多都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了 究竟普京会不会真的将这些 或者前线 将北部的军队调到东部 其实都不能够排除这些可能性 另外中国一直都是受到 关注的一个因素 英国最新的一个警告 就是这个政府通讯总部 就是GCHQ 警告中国 就是切密 和俄罗斯有一个过分密切的往来 紧密的来往 也都说 其实中国你的长远利益 就并没有因为 和莫斯科成为盟友 就得到好处 因为事源就是这个网络情报的总监 Jeremy Flemming 就去到澳洲 就说俄罗斯在湖南问题上 是有极大的错误的判断 跟美国的说法是一样的 就说普京的顾问是不愿意 因为他怕就不跟他说真话 而普京也低估了入侵沃南之后 西方结盟的信心 也低估了西方对莫斯科制裁的力度 当然同时间高估州自己军队的胜算 大家知道就是最新昨日 就是说自己俄军炸了自己的军机 其实现在英国的国防部评估 就是基本上整个俄军在境内 他们的士气非常低落 所以基本上这场仗在普京 其实是否真的不知道 俄军在湖南境内的实况是怎样呢 Flamming说中国的愿景就是在国际舞台上 一个非常领先的地位 是一个决策性的地位 但是中国现在和俄罗斯 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是一个战犯级别的国家 就是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的说法 中国本身的底子都花了 你还要和俄罗斯一起合污 其实你的好处是没有的 但是当然习近平的处理手法 你猜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后果呢 也未必是的 但是你看到中国的取代很曖昧 没有谴责到俄罗斯入侵 也没有承认俄罗斯入侵 是跟了普京那条线 当然香港也跟了 现在有些乌克兰的人在香港 做一个支持活动都被人逮捕了 Flaming就说普京明确希望策略性和中国结盟 目高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实力扩大 然后却壮大自己在东方的力量 扩行美国 所以我想习近平也希望有这样的图片 就是扩行美国 而克里姆林公就是中国在这个现在危机之下 就是这个危机之下 中国是帮到他了 武器、科技和经济市场 包括你的油、你的天然气 然后变成中国可以赴俄罗斯他 但是习近平刚才我说了 究竟他怎么看呢 其实没有人完全知道 而这个 Flaming就觉得 俄罗斯明白中国 他会长远来说 他的经济、他的军事会慢慢强起来 变成俄罗斯和中国 双方都有利益冲突 所以普京需要想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就是结盟 原来上个星期 Boss Johnson和习近平有个对话 也长达成一个小时 当中谈过不少事情 有东航的空难 也有俄乌局势 也有谈到 Boss Johnson说态度很坦率 大家都要同意下次再对话 但是Flaming 即GCHQ这次的言论 是在Boss Johnson 和习近平对话之后 而去作出的 所以那个credibility 都相当高 究竟 普京他知道的事情 其实俄罗斯的民众 知道有多少呢 其实当然是非常之少 我们可以看看俄罗斯里面 现在只剩下国营的电视台 或者是State Operate 的电视台的传媒 究竟俄罗斯传媒 如何报导现在俄乌战争呢 其中一个就是 现在俄军 它的部署是如何呢 是一个Plant Regrouping Plant Regrouping 即是我们是计划之下 重新部署 这个挺好听的 另外就是 现在说的 是已经achieve了第一轮的 Operation的objective 另外就是说 现在focus的位置 就是一个 遁巴斯地区的全面解放 遁巴斯地区的全面解放 所以如果在这个国营电视台 里面的方向去想 会不会真是一个目标 变成在东部 整个顿巴斯 包括顿尼茨克和努金斯克 变成共和国 即是普京承认 变成整个地方 都是俄罗斯控制之下 另一个方向就是 就是在淑仙鱼 土耳其的谈判 俄罗斯电视台的说法就是说 烏克兰是终于 终于同意 俄罗斯提出的一些要求 这些要求都是俄罗斯一直向 烏克兰施压多年 就是一个赢一仗的姿态 就是说在土耳其的谈判里面 烏克兰终于让步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也都指责烏克兰 这个新纳粹 俄罗斯的传媒就说 烏克兰这个新纳粹 就在涅茨克和努金斯克 就是destroy一些民居 也都杀死平民 大家都知道 整个方向 都是俄罗斯 是对的 所以整个 怎么说你都很中国的 也都看到好香港 这个当然是不是一个好的局面 不是一个好的picture 但你看到事实就是这样 把所有的指杀在别人那里 把自己全部合理化 这个就是一贯的套路 一贯共产党的套路 俄罗斯的局势 今天就比较 不是说很多事情发生 主要都是说普京 一些愚昧的情况 我们不如跳下去香港 讲讲香港 香港发生的事 当然是不理想 昨天说警察 投考不需要住满香港七年 另外就是法官 两位英国最高法院的院长 和副院长 韦燕德和何之二 辞退香港中心法院的職務 这两个都是非常不好的信号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我们几个月之前说清洗 清洗的就是说香港人的身份 而香港人的身份 其实是很dynamic的 不是一个元素可以代表 香港人的元素 其实有很多东西 包括法治 三权分散 其实全部都是香港人的元素 是我们一贯本身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但其实本身是虚无缥缈的 你不知道原来这些 是香港人的一些价值 但因为我们本身是香港生活 我们take这些所有东西 for granted 的话 原来当人被人拿走的时候 你会才发觉 原来这些是我们的价值 但很可惜 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被人奪走 香港警察不需要永久性居民住满七年 其实是说身份问题 变相就是你在大陆的人都可以回来 或者海外的人回来 香港警察的角色 是一个执法的角色 其实在这么小的地方里面 香港警察的权力是非常之大 而去到19年之后 香港权力更加是至高无上到 一个完全像Police State的地方 这个大家想到就是 当香港警察不再是全部loyal to Hong Kong的话 这个会有很恐怖的局面 你想想如果当大陆的公安模式 或者他的mindset 全部输入了 去到香港警队里面 到时香港警察是一定 不是以前我们幻想的那个景象 好了 究竟韦德和何知义的这个辞职 是一个法治的冲击 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signal 因为外上蔡惠斯已经说到 就是英国的法官是不能够 再自由地在香港 本身一个这么大的connection的法制之下 再工作 再审理案件 可能变上一个脏皮图章 令到你的打压更加合理化 其实对于英国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局势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之正确 但是在中国国度来说 当然是一个所谓颠倒黑白 指读为马这些局势 这个套路去指杀 中国外交捕是强烈不满的 就是诋毁港区国安法 也干涉中国内政 施杀英方的攻击指杀 是捲到黑白 操弄政治 这些东西 那套路跟刚才我们说的俄罗斯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先指责别人 就是自己完全没有错的 先头之处就是国安法 或者是所有香港政府破坏的法制 整个社会的结构 所有的价值 但是现在指控回来的就是 英国政府完全是操弄政治地 抽走这个法官 变成是玩弄着 也在指责国安法 完全是颠倒整件事 中国这个外交部 十个中心法院法官 非常任法官当中 已经有九个表态了留任 三个是澳洲籍 一个是加拿大籍 另外五个英国非常任法官 賀富明、范里申、 岑耀迅、廖柏佳 和郭廉斯 是决定继续留任的 所以其实是两个 韋燕德和何知义 是在昨天宣布 即时生效 辞任香港中心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但是韋燕德的声明都很明确说 其实他和英国政府相讨之后 是难以不被视为 是帮一个背弃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之下 是继续審案的 所以很明确的 这个信息就是 蔡惠斯也说 不可能再担任这个 香港法官的政务 汪文斌说的其实也很多 很大量 我免得逐步去说 但是主要是指鹿为马 说别人是指鹿为马 其实是自己的指鹿为马 而Boss Johnson 昨天在PMQ时段里有讲到 亦同意两位法官的决定 说目前至关重要的是 持续向中国表达英方 就香港的自由立场 汪文斌说 香港法律界都完全是 谴责两位法官的决定 普遍反对 香港法律界怎么看呢 林郑月娥有说法 合理怀疑这个事件是有政治铺牌 路人皆见 李家超的说法就是 英国下议院有辩论到这个事件 英国政客纷纷表态支持辞职 一连串事件发生的时序 显示了刻意安排的政治操作 故意针对中国的政治闹剧 还说政治凌家法治的低劣行为 这个批评李家超非常厉害 比汪文斌的批评 他只是写blog 他没有自己出来打咪 写blog写什么都可以 说这个行为包括刻意制造压力 破坏25年来 被法官参与香港法院的法治承诺 为政治利益发起政治杯葛 认为香港国安法保障人权和法治的条文是视而不见 哇 多夸张 你那个扭曲 你想不到怎么扭曲 如果你是正常思维 你是不会想到 怎样可以把指鹿为马 怎样可以把这只鹿 讲成一个马的状况 你想象不到 但他就可以展示给你看 如何扭曲 非常之厉害 而比较合理的中心法院持法官 尘首席法官李国能 对两位法官的持任 表示遗憾 认为海外非常任法官 过去25年在香港的贡献 是得到肯定和表扬 也希望剩下的海外法官继续贡献 他说海外非常任法官是可以 这个安排可以吸取不同经验和观点 和增强外界对司法独立的信心 也希望这个独有的安排可以去到2047年之后 但时而势易 就说日后海外法官的参与程度可能和过往有别 但他有信心中心法院工作的质素不受影响 也对香港的法官有信心 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承诺是不会动摇 这个李国能的说法已经很有保留 李国能大家都知道他的Integrity 都是非常之有高的地位 但是他也说话是势易 可能有过往有别 其实都是非常之悲观 在他这个位置上已经非常之悲观 所以大家都看到这次两位法官的辞职 加上外相蔡惠斯的延迟 都可以大家联想到香港的法治 已经受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破坏 而97年9月有一个参与 97年9月 英国上议院 即当时最高法院的前身 时任大法官艾维尔 和香港中心法院 时任首席法官李国能的协议 就是英国派两个现任法官 担任非常任法官 所以当时英国 即整个香港目前的法制 是英国和香港一个非常之 非常之紧密的关系 其实你觉得就是 其实之前讲的讨论就是 喂 你这些建制派在立法会说 外籍法官不能够審 即香港的案件 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一个法治的地方 根本上你不是用国籍去评论 根本上这个法治 司法独立之下的审理案件 是因为国籍而有biased 香港的那个核心 司法的核心就是 你完全独立 是根据普通法之下去审理 但之前的讲法 就是已经完全是排除于这个 所以在司法和警察这个 台上通考最新的更新 是就是那个清誓 就是想把本身的东西清走 好了 很快直昄香港的疫情 你们讲开始 分别是这些数字上 在5万多钟至现在 在6000多钟 当然ook数字又回落到 希望 quand香港也有一个 当时案 Similarly 特首选拟的timeline 或者7月1日 這個timeline是否真的符合得到呢 根據劇本之下 今天3月31號是6646宗 情報的死亡個案就算了 119人死亡 特別驗出病毒 另外就是林鄭月娥每天都記者會 相信大家都沒什麼留意 因為去聽的話應該是非常難頂的 每天都看著他擦鞋 亦都說中國中央最強候信 基本上他安排自己每天出來 要不就受到壓力要求他擦鞋 要不他自己衝出來就是想擦鞋 林鄭就說 香港疫情之前很嚴峻 為市民帶來焦慮 失去親人的傷痛 政府就會揭盡所能 跟中國專家研判疫情 務求達之堅持生命至上科學為本的前例之下 努力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的防疫效果 最大限度 減少疫情對經濟影響 這條線是誰的線呢 習近平的線 所以他的角色就是完全把習近平的東西複述 變成整個黨的架構出來了 至於特首選舉 當然關心程度非常低 因為沒什麼意思 但這場鬧劇是怎樣進展下去 實在沒人知道 現在一直沒有一個合理的人去宣佈參選 就算梁振英在一個大熱的新聞 吹捧到他成為下任的特首也好 他自己完全沒出過聲 畢竟用《黨媒01》 《經濟日報》這些黨媒 幫他宣揚 還有那些流羅 手下 幫他繼續宣揚 留下林鄭 當然林鄭自己就沒有任何回應 抗疫就是唯一現在任務 最新說的就是延任政府一年 這個延任政府 繼續林鄭做多年 其實究竟整個套路是怎樣玩下去呢 是沒人知道的 究竟是特首選舉為先 還是7月1號這個所謂移交25年為先 我們暫時都不能夠有一個鮮明的套路去告訴大家 但是看回這些資料就是 因為接下來的星期日就是這個提名期 5月8日就是這個選舉 即是這個投票日 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什麼消息都沒有 其實這個時間是非常緊急的 如果看回之前的話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2017年的時候 林鄭彈出彈入就突然說要選 在提名前的大約一個月 就辭去政務司司長 一職就參選特首 而上任特首的提名期前兩個月 已經宣佈不敬續連任 所以就說如果林鄭真的是不連任 就早就說了 但是現在怎樣呢 一直都說無寧兩可 曖昧到不得了 令她就是在街上 完全沒有一個正確的人出來 說自己要參選 包括誰 陳鳳富珍被人傳了1月開始傳 梁振英剛才我們說 怎麼搞啊 這個選舉發生什麼事 現在整個局面非常之不明朗 講完香港疫情 跟進回英國先 英國本土大家留意 特別是準備來 準備由香港來英國生活的觀眾 或者其實現在我們英國生活的觀眾都需要留意 英國3月份的樓價 是以04年以來最快的速度增長 當然如果買了樓的觀眾就很發達 但是未買的就可能牙痛的腥 那麼平均樓價是比疫情開始的時候 就升了兩成 升值兩成 而根據Nationwide的數據 時至3月底的全年計 樓價是升14.3% 英國平均樓價達到265,312英鎊 按年是增加了33,000英鎊 那麼這個數字當然是非常之高 在英國來說 那麼所以大家留意 如果正在看樓 或者在香港準備買樓的朋友留意 但是有個數據分析就是說 因為未來家庭收入會緊縮 另外預計通脹漲步上升 如果全球能源價格是高企的話 未來幾個季度的通脹可能會達到雙位數 就會限制樓價升幅 所以就預計未來幾個月的樓市是會放緩的 所以可能大家如果真的準備入市的話 就要看看這些走勢先了 另外大家可能要知道一下 就是這個疫情之下 有很多飛機的航班問題 即是不能夠有一個足夠的客人去飛 所以Guardian有一個報道說 民航局的數據在2021年 即去年10月到12月期間 每個月都有近500次的幽靈航班 在英國起飛 其實這個幽靈航班的問題之前都有關注過 幽靈航班就是說 其實你沒有客人都照飛 就是照飛本身的路線 其實對於這個環境的影響 就是完全不是environmental friendly 就說有些沒有載客的 或者載客量少過10%的航班都照飛 而2020年的3月疫情到去年的9月期間 只計由英國起飛的國際航班 已經有近15000架 又是15000架的幽靈航班 是沒有任何故意在佛上空上飛 為甚麼這樣做呢 是因為和機場的關係有關 因為機場的系統規定 航空公司必須要營運80%的航班 無論是否吉機都好 就才可以保留它在這個機場使用的降落時段 所以就怎樣都要這個幽靈航班照飛 但是這個規定本身疫情曾經暫緩執行 但是去到去年10月又要重新引入這個規定 但是比例下降到50% 最後就是COVID的問題 之前就傳到Delta-Omegon的變種 但是近日香港的觀眾有不少 就在封傳英國的XE變體 其實都是好幾日前的新聞 但是我們今天就收到不少人的信息 我們找回英國衛生安全局 其實是在3月25日出的報告 就說當局在觀察3隻 意思是recombinant 即是將不同的病毒炒一碟 意思是感染者會同時驗出兩種變種病毒 一是XF XF即Delta加BA BA.1 Delta加BA.1 即Delta加Omegon 即變成Delta狂 曾經是有小規模的個案 但是2月中之後就沒有個案 第二隻就是剛才我們說的XE XE就是Omegon再加BA.2 BA.2我們不知是甚麼 總之就是Omegon再加另外一隻 所以就這隻XE的出現 英國的傳播率是比BA.2快10% 即XE的傳播率是比BA.2快1成 而在今年1月19日就發現了首中病例 而截至今年3月22日就有637宗 說的是英國 第三就是XD XD就是另一種Delta再加Omegon 英國就沒有案例 暫時只是在法國出現 以及比利時加丹麥 而英國當然大家知道 英國觀眾都很明顯知道 已經沒有所有防疫措施了 但都還有些人有戴Mask的 可能特別在一些重要的場口 或者在Fascination Center 等等這些就有一些戴Mask的情況 但普遍都很少了 另外就是大家留意了 在英國觀眾 在明天開始 免費的Electral Flow Test Kit 就開始取消這個免費派發 所以當然大家不要去團職 不要今天趁最後一個機會 就拿回家 因為都有過期的一刻 所以大家當然繼續小心 我們不知道變種病毒去到什麼時候 但英國政府就說 如果真的有一個在疫情的爆發 Electral Flow Test的免費爆發 是會繼續回來的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我們今天3月31號的新聞室 The Newsroom到這裡 拜拜 這裡 這裡 是 所以 這裡 很嬅 你看